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日本回国休息一天后 马不停蹄的前往拍摄满开的鸢尾花 位于林口的紫鸢农场 种植了6种颜色的鸢尾花 度园收费每人50鸢 前两年来拜访时 只有两大片的蓝紫色鸢尾花海 现在则是有一大片都是种植蓝紫色鸢尾花 另一片则是种植其他颜色的鸢尾花 鸢尾花花期约1个月 紫鸢农场共有6种颜色的鸢尾花 数量最多的蓝紫色 长得最密集的紫色 还有白黄色 橘色 红色 以及上位满开的深紫色 除了深紫色外 其他颜色的鸢尾花也接近满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详细的交通方式及交通指南 会放在影片的后半部 鸢尾花学名 Iris 又名爱丽丝 爱情的花语是 长久思念 因为形状类似鸢鸟的尾巴而得名 鸢尾花也是法国的国花喔 另一片重植5种颜色的鸢尾花海 第一次看见各种颜色满开的鸢尾花 4月11日拍攝 只開其朵的深紫色雲尾花 這片紅色雲尾花開得正漂亮 各種顏色相稱的雲尾花海 這片則是 白黃色的雲尾花海 也是滿開中 橘色的雲尾花海 可以走進去拍攝喔 白黃色雲尾花 一片尾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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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这片则是色蛇偏纸一点点的鸢尾花海 而且长得很高 花开的又饱满 几乎已经高到我的胸口 很适合拍摄人像的一片花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绕一圈这片鸢尾花海吧 只要50元入场费 就能拍摄到这片美丽的花田 感谢观看 影片后面还有纸渊农场的交通指南哦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亮咨 lire的拍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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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